2021年初,湖北省黄石市一名男子于某,十分生气地对折妻子看女士大吼一声,带着恶意,举起斧子直接朝着自己的结发妻子疯狂砍剧,而看女士被扑倒在地,紧面部就被丈夫砍了十九刀,等警方赶到时,已经身体冰凉一片,早就死亡了。 俗话说,夫妻之间没有隔夜的仇,于某究竟于看女士之间有何深仇大恨,竟然直接这么残忍地杀害自己的妻子,看女士的遗书又写了什么,竟然看哭了众人,专注军事解说,每天都有新知识,这里是阿龙探长。 欢迎订阅,2014年,出生在湖北省黄石市阳心县,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女孩子看某方,经过没人介绍,与于某斌开始认识,两人见面后互生喜欢的心意,在于某斌猛烈的追求中,不到四个月双方就快速结婚了。 在结婚之前,看某方兄弟姐妹共有四个,而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,自然非常受父母的宠爱,这也导致其养成了天真的性格,这种性格也为他将来识人不清,造成惨剧酿成了大错,而于某斌是看某方的邻村人,抵他大三岁,两人见面之前一直在广东的一家企业工作。 家庭经济条件还算可以,两人快速成婚后,共同生养了两个女儿,然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却主要由看某方承担,没想到于某斌在婚后开始不装了,显露出他的暴力倾向,经常一言不合就对看某方拳打脚踢,而看某方不仅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女儿,还要面对丈夫的暴力,在长期的忍受中他感到身心俱疲,看到不断忍让的妻子,于某斌不仅不有所收敛, 反而还变本家作件妻子,每月只给妻子八百块钱一家老小的生活费,还精神虐待妻子,所以,董事的看某方只能靠打工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。 时间久了,丈夫总是故意在他工作的时候找查,导致他总是被开除,终于,2020年5月,看某方以丈夫总是家报他的理由,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, 而于某斌在庭上认错态度非常好,声泪俱下痛哭流涕,所以看某方心软了,因此法院并未判决他们离婚,这原本应该是浪子回头,皆大欢喜的局面。 然而,不久之后,于某斌却将妻子惨无人道地杀死了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原来,于某斌只是表面上认错,不想离婚,而他之后并未改变其暴力行为,反而加剧了看某方的痛苦。 2021年初,已经36岁的看某方再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,希望能摆脱这段痛苦的婚姻。 离婚诉讼期间,双方因对于一套共同购买的房产出现财产分割问题,双方之间就发生了争执。 于是这件事又闹到了法院,2021年1月8日,法院工作人员到看某方和于某斌位于阳新县的家中查看房产,为这套房子做出评估,并准备用于双方离婚财产的划分依据。 然而,在法院工作人员房产评估离开后,于某斌却因不满离婚和财产分割问题,情绪愈发激动,所以他打电话讲妻子骗到新房子这里,而看某方来到这里后, 发现家中的门锁被于某斌更换,只能请开锁匠重新开锁并更换门锁,于是看某方与开锁匠在更换门锁后,等不到丈夫。 于是他就准备乘坐电梯下楼,等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,于某斌带着红色头盔从电梯里冲出来,一把抓住看某方,并迅速从背包中掏出一把斧头,朝看某方的头部和身体门砍, 看某方在电梯口被于某斌砍成重伤,紧紧脸部就有19刀,牙齿也被全部砍光,于某斌的疯狂行为简直是人神共愤, 见到这一情况的居民直接报警告诉了警察,而于某斌在实施暴行后,似乎是为了想要法院对他从轻处理, 所以他并没有试图逃跑,反而拨打了报警电话,向警方自首,警方迅速赶到现场,将于某斌逮捕,并将重伤的看某方送往医院抢救, 1月11日,看某方因伤势过重,经抢救无效去世,在看某方被杀害的第二天,他的家人在家里面发现了他早就准备好的遗书, 我死后我的财产全部给我的母亲,他似乎早已经料到了自己可能会遭到丈夫迫害, 所以他在见丈夫最后一面前就将遗书写好了,而且他给他母亲留的不仅是自己的个人财产, 他还想到自己死后将他的事故慰问金,以及各种赔偿财产全部都留给疼爱自己的妈妈, 而他自己却只要求将自己的骨灰洒入自己最喜爱的家乡的江水中,其他别无所愿, 看到这封遗书的众人不仅被他的傻气,天真和孝心所感动,不禁泪流满面, 2021年3月7日,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于某斌死刑,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赔偿受害方丧葬费,医疗费,交通费等共计38226.69元, 于某斌不复判决,提出上诉,2022年11月25日,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博会上诉,维持原判, 2024年2月28日,于某斌被依法执行死刑, 案件发生后,媒体广泛报道,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, 公众对家暴问题的讨论达到了新的高度, 许多人呼吁加强对家暴受害者的保护,提高社会对家庭暴力的警觉性, 看某方的惨案暴露了家暴防治的薄弱环节, 尽管看某方多次报警并诉诸法律, 但依然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, 这个案件也提醒我们,离婚诉讼程序应更加迅速和有效, 以减少因财产分割等问题引发的暴力冲突, 有一次,一位中年妇女走进诊室,面带愁容的说, 医生,我最近总是觉得胸闷气短, 只见刘尚锦轻轻搭上她的脉搏, 几秒钟后,她抬起头,沉稳的说, 你有肝火旺盛,需要调理, 这位妇女听完后惊讶的瞪大眼睛, 你太厉害了,之前别的医生也是这样说我的病情的, 从那以后,刘尚锦赢得了小神医的称号, 患者们对她的事迹口而相传, 她的名声也随之越来越大, 更令人惊喜的是,不久之后, 刘尚锦竟然登上了央视节目, 刘尚锦自从名声打出去之后, 找到看病的人每天都挤满了病室, 只是,人红是非多, 许多没到现场见过的人, 都对十岁的刘尚锦能够拥有如此高超的表示怀疑, 央视更是也听说了这件事, 于是在2010年, 刘尚锦受邀参加央视的中华医药节目, 节目录制现场气氛热烈, 观众们对这个年轻的小医生充满了好奇和敬佩, 当镜头对准刘尚锦, 他镇定自若, 双手轻搭在病人的脉膊上, 感受着每一次微妙的跳动, 几秒钟后, 他直接将病人平时的饮食习惯, 作息时间, 以及肝脏内部的病变情况分毫不差的直接说了出来, 观众席上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, 病人也连连称奇, 小神医, 果然名不虚传, 就连节目现场的其他老中医也称他简直就是话多转世, 主持人惊讶地问道, 能看出这些病的人, 基本上都有多年的行医经验了, 你是怎么诊断出来的呢? 刘尚锦只是谦虚地微笑道, 杨爷爷艺术很高超, 这些都是他之前教诲我的, 尽管节目播出后, 还是有人觉得电视节目有夸大的成分, 质疑刘尚锦的真实实力, 面对这些声音, 刘尚锦选择用实际行动回应, 他每天坚持学习, 深入研究中医理论, 不断提高自己的医术, 也为他深知, 只有通过不断努力和实践, 才能真正赢得人们的信任, 长大后的刘尚锦依旧继续选择中医这条路, 现在是上海一家比较不错的医院担任中医主治医生, 也为他在工作中展现的优秀医术, 2016年他还被许多中医从业者视为中医天才, 现在很多人比较相信西医, 不喜欢中医, 也为他们觉得中医太难学习, 所以很多中医坑蒙拐骗别人的很多, 这种其实都是偏见, 许多人不理解中医就算了, 甚至还有人怀疑中医是否能够把脉看出孕妇是不是怀孕, 这简直是可笑至极, 难道没有西医前中国人都不看病的吗? 诚然, 确实有的中医是半调子水平, 但是不能一杆子打死所有人, 在之前新冠疫情的时候, 当时不是很多中医坐镇, 为许多患者开出了中医药方, 解救了武汉不少病人, 所以中医的实力早就得到了验证, 不然日本人也不会处心积虑注册汉方药商标, 或者是收购中医院, 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瑰宝, 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, 不要盲目的跟风黑的张连兴处心积虑杀死何开美, 并且还藏好实体, 编造好借口, 冒充段德显妻子的行为, 简直是罪大恶极, 心如蛇蝎, 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可怕之处, 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黑暗, 也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提高警觉, 防人之心不可无,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, 断德显在痛苦中接受了妻子死亡的事实, 但这一教训却深深印在了人们的心中, 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警示,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 他在心理和情感上处于极度绝望和无助状态, 为了自保, 他才实施了极端行为, 所以我认为质子的行为其实可以理解, 但是不是狠知识, 也为不是谁都和质子情况一样, 如果偶尔遇到一些小的家暴, 可以求助警察, 或者找他人进行帮助,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就可以随便杀人的话, 那么岂不是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, 这样做反而会引发更多的惨案?